小伙子其实他的鼻翼两侧三角区这个地方也是长包 我记得小的时候很多人在讲说三角区如果你长农包的话 不要轻而易挤地去挤它 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三角区这不能挤 我给大家说一下 危险三角区是血管比较丰盛 发达的地方 比较丰富 比较发达 而且与脑部相连 为什么叫危险三角区 就是你动它动得不好的话 或你老挤它的话 有的人会逆行感染 引起了高烧 引起了奴内感染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鼻子呢 他是在鼻孔里面长了一个结子 就是像刚才那个错窗一个小英杰 他就觉得很碍事 结果给拔掉了 引起了高烧 住院住了一礼拜 好 那刚刚我们说到年轻人的脸上这个痘痘 这个抗痘一定要大作战要做下去 但是抗痘呢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韩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专家秘籍 我们的专家给了我们一个清火去痘的方子 这个方子比较好用 我们如果脸上长了一点痘或者变红或者痛 我建议大家用这三个药品 自己去煮水喝 可以帮助你体内清毒解热还有散结 可以达到了去痘和解毒的作用 颜翘呢清新火 白鸡花呢清干热 生山楂呢清味热 然后有活血花瘀的作用 这三个药呢都各食客 用凉水先泡15分钟 是 然后呢在上火煮开锅以后15分钟 就可以了 是 我替年轻人谢谢我们的韩老师 是一个非常好的抗痘妙吧 谢谢